如果它假設跳載入網頁一直載入網頁錯誤的話 那記得你就不要再用它了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對不對 如果我用即時 我用這個Chrome好了 我用Chrome的話你會發現載入網頁錯誤 因為它不能跨網域區段 這個Chrome舊版可以,新版好像就不行 所以你如果換成什麼 換成IE的話 你會發現IE可不可以 這允許一下 誒,載入網頁成功 反正你第一個 一定要先看到載入網頁成功 成功之後呢 你data裡面才會有東西 沒有後面都不用再講了 那再來就是載入的那一行 載入那一行其實 我只是做一個DIV 名稱叫reRoute 我把它的屬性HTML 瓜糊裡面放個data而已 就這樣而已啦 那再來 可是問題你把這些東西都抓下來 其實太亂了 我們只需要這六欄裡面的其中三個欄位 包含就是也許我希望 parkernet 它這個景點是在哪一個公園 那那個景點的名稱叫什麼 還有那個景點的詳細資料 讓我顯示 總共有三個 假設六欄我裡面 我只要三欄的話 那你怎麼做切割 所以再來就是要想到如何切割 那切割的部分特別注意 你要如何去抓到你要的那些資料 方法當然有幾個 也許我剛有提過你可以用each for each的方式 就是每一個幫我抓下來 或者你也可以用for的方法寫 網路上其實或者是說你在很多書上參考的話 寫法很多 那我是比較建議 其實你用for each寫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我的感覺 那寫的方法主要改哪些地方 其實就是這裡 剛剛那個特別重要寫在這裡 你寫的位置 就是這邊寫一行而已 就這一行而已 其實並沒有很複雜 只要在這邊有沒有 content裡面喔 加一個div 名稱叫這個 抓它 顯示到它裡面 去更新它的html 放data 就搞定了 OK 沒有太複雜 那只是說我後面如果要把它切割的話 data裡面就是剛剛那些東西 那我要三個欄位怎麼做 接下來可能你需要學第二個東西 就是這一區裡面的each方法 那each喔 特別是喔 那你需要給each什麼東西 第一個 它需要給它data data的話就剛剛那個東西 然後呢 後面我們寫一個匿名物件 直接就在裡面 或者你當然可以另外幾個方法在別的地方 不過我是建議乾脆寫在裡面 這個function裡面呢 就帶這個key跟value 這兩個參數 那基本上喔 應該是從大瓜湖從這邊到這邊 好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那裡面做什麼 基本上呢 我就是 它這個data 會for each的話 它會一筆 顧名思義嘛 先幫我抓一筆 那所謂的一筆喔 其實就是剛剛在那個 我們這裡面看到 所謂的一筆就是 從這個大瓜湖 再到這個大瓜湖 這樣叫一筆 它就是一曲 一曲的意思是先抓一筆 然後呢 先讓你去抓你要的東西 再換下一筆 再換下一筆 下一筆 那其實就是資料庫裡面一筆的紀錄 一筆RAC 一筆一筆 那什麼時候停止 抓到沒有為止 你也不用跟它講 反正它就抓到沒有 你也不用知道說 到底這裡面有幾筆紀錄 反正一曲的方法就是這麼好用 你不用知道有幾筆 它會抓到沒有為止 OK 那如果你用for的話 那你就要知道 總共有幾筆 因為for回圈嘛 一定要I先從0開始 直到什麼呢 整個裡面的最後一筆 有沒有 沒有 那你就要跳離回圈 那如果用一曲就不需要 一曲我覺得寫起來比較簡單 所以 第一個你要用agents去抓資料 用agents 這個方法 第二個呢 你用那個什麼 一曲的方法 去切割資料 OK 一曲是 有點像切蛋糕 切切切切切切 那切下來的東西 你要把data給它 對不對 後面的話就是一個方選 就起一個方選要處理什麼事 處理key跟value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key的參數 也許編號從0開始 那這個key有點像I啦 但是它是自動丟資料 然後info的話就是裡面的資料 這個info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樣把第一筆資料的info 這個info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大瓜糊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就剛剛其實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有沒有 這個 其實這個info 它就會先幫你編號一個 0 給它 它叫0喔 那這個東西呢 從這邊到後面那個瓜糊 到這裡 對不對 這邊喔 就幫你丟到info 可是info有幾個 有五個 六個 總共有六個東西 所以info後面的話 那如果我要info裡面的puck 那你就給它一個中瓜糊 叫puckname 把這個puckname放進來 它就幫你抓到後面的東西了 那你後面呢 再把它放一個name給它 它就抓到後面的東西 那我還需要這個 丟這個 所以呢 下面呢 我就建了什麼 在這個function裡面呢 我就建了三個變數 分別就是puckname 利用這樣的方式有沒有 去抓到puckname 第一個的puckname 第二個第三個 有沒有 那當然未來你要抓哪一個欄位 反正方法一樣 照抄照改應該會 反正這個待會也會 把那個程式給各位 反正你就是知道原理原則 以後要抓jason檔 其實就非常的簡單 配合一曲的這個方法 它就自動幫你切切切 不過我看那個陳慧安是用forge 我覺得用forge 真的還是比較不ok 因為還是比較容易出錯 這種方法比較簡單 ok 好 那 那後來切出來之後呢 我要怎麼做呢 我要在html 那html串接嘛 在html 這個裡面 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變數 我在上面先一個var一個html 它開頭是一個ul ul 實際上就是項目符號 那也就是說 我們前面講過 就是ul 一個項目符號 然後呢 後面就是ul結束 所以它會幫我抓三個 然後中間串一個什麼 中間串一個那個冒號 然後呢 全部串在一起 前面一個項目符號 換下一個項目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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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最後做出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我看即時 因為即時有時候 它跟你講成功 可是它就是不載入 有會有這種狀況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不要用它 用IE 就應該一次就可以成功了 這個我們看一下 執行一下 成功對不對 按確定 下來了 一個ul 對不對 所以剛剛我做的時候 一個ul 一個ul結束 跟著講應該是li 跟著講應該是 這個是li 所以我這邊的話 先串一個li 斜線li 就一筆嘛 然後裡面放什麼 放key key的話就是它 第幾筆 所以它從第0筆 然後它的pocket name 公園名稱 那個景點名稱 然後它介紹 然後最後一個一個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顯示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li的關係 所以會有一個項目 那id 我在這個裡面 不過id是看不到 裡面我放了一個編號 裡面應該從0開始 然後呢 pocket name 就是這一個 中間加一個冒號 因為我這邊串了一個冒號 在它的名稱 這個名稱 名稱在這裡 冒號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pocket name 然後後面的話是詳細的介紹 那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不過我發現它是有290個 很多其實我每次 我每次即便是去那個228公園 我也不會特別去知道 原來有這麼多東西 還有這麼多歷史 什麼光緒14年 然後做的 我去了很多次 可是我大概知道有這些東西 可是我不知道這細節 可是最後 你如果想要把那個圖也放進來 其實你可以在這裡面再加什麼 再加img的標籤 再把圖也放進來 它就是一個一個圖 一個一個圖 一個一個圖 那這樣的話 不過缺點就是怎麼樣 295筆 你要叫使用者一個慢慢看 其實也不太合理 所以一般性是吧 一個列表 點進去跳一個詳細 再back回來 你要哪一個 點進去再跳一個 其實會比較合理 或者是說一個列表裡面 前面一個小說圖 對不對 然後有那個列表 點下去跳過去 不過這個可能又更為複雜 那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子 就很perfect 基本上 就很棒了 因為等於一個app 大概就是 這樣的顯示 對使用者來說 就非常有幫助 那最好是什麼 還有它的location 有沒有 它的那個 還可以跳到google map 還可以跟你導航說 比如說你今天真的要去到那個 剛剛講這個景點 急功好逸這個 然後呢 還可以跳到那個位置 還可以告訴你要坐車 還是開車 怎麼去 哇 那就幾乎台北市的整個景點 通通都有了 295個 我如果一個自由背包客的話 295個全部要跑完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而且還可以設計什麼 類似像那個抓怪有沒有 那個現在很夯的 那個 皮卡丘那個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到那裡有沒有 如果你真的到那裡的附近 我可以偵測你location 然後你真的到了 那我就怎麼樣 我就把你log 就是說記得這個到了 如果295個你全部都跑完了 那我就送你一個禮物 OK 這樣可不可以玩 可以啊 對不對 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啊 有沒有意義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對不對 而且如果是一個中學生或小學生 從小就讓他知道說 原來你身邊有這麼多寶貴的 這個珍貴的文物啊 是要好好的愛惜 而每一個東西其實背後都有它 很多很多的故事 這樣你就覺得 你會有那種歸屬感 我發現以前我們以前念的歷史 以前念的地理是歷史 以前念的歷史是神話 或者跟那個我們在地的東西 好像完全沒有相關聯 所以反而覺得這些東西都活的 只是說需要有人去做 我只是舉例子 但是要把它做出來 還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OK 那難不難 其實真的還是有點難度 但是我覺得並不是非常困難的 比起以前用Android Studio來做 簡直是簡單太多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 我已經把畫面拍照放在我們雲端上面了 所以請各位自行再參考一下 這個在這裡 先試試看 我先不貼程式 等到你們實在有問題我再來貼好了 還是自己再把那個關鍵的地方打一下 沒幾個字 但是你打過之後你就會有Feel 如果沒打過 我發現就是貼上就這麼一回事而已 以後你還是寫不出你要寫的東西 試試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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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